欢迎大家来到灵修分享 今天是6月2日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肥立比书第3章12-16 主题是《不一样的标杆》 现在先读经文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女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 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 总要传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传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当我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第14节 向着标杆直跑 这几个字吸引着的 想起年轻的时候 在学校 在一间基督教学校 我曾记在学时 读过这段的金句 因为这句说话 带给很多人有正确的能量 用现在的术语 带来正能量 有积极鼓励性的 但其实 你知不知道 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标杆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照着 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 所论述的经文 上下文去思想呢? 我们就留意到 这里所说的标杆是指 要得神在基督女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上次 原来这里所指的标杆是指 耶稣基督女的 而在耶稣基督女的 在基督女要得的奖赏是什么呢? 是神所命定的 所以 而这里所指的标杆是神 透过我们已经归信 耶稣基督 在基督女要得的东西 根据我们之前的灵修分享 我们就知道 这里所说的在基督女要得的奖赏是什么呢? 没错啦 就是前文所论的 在基督女之后就认识基督 并且得着基督 就效法基督的死 也都彰显耶稣基督的复活 这一个就叫做得着基督 好象主耶稣信服父神的旨意 凡事信服神 在不同的生活的范畴里面 都信服父神 舍己 成就了父神的旨意 这种信服神 敬威神 敬虔的生命 就是基督女神要给我们的 这个是保罗以前不明白 现在明白了 而且他不断地去学习 所以保罗就说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为什么他要竭力追求呢? 因为他说 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他还未完完全全 得着基督一种 信服神的生命 就在凡事上 都能够像主 那去信服主 信服父神 成就神的旨意 话去以前已经有很多的事例 说明了保罗能够做得到 但话有很多的事情将要发生 不代表以前做得到 将来的所有事情都做得到 所以他就求神帮助他了 他在心灵里头 他期望他未完全得着了 所以他要揭力追求 更重要一件事就是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 这件事相对于以前人生的目标追求而言 就真是只有一件事 世人都其实只有一件事 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 每个人都靠自己 肉体可夸耀的而快乐 每个人一出世 就照着世人一样奔跑追求 有一件事 就是将自己可夸耀的事 不断地去显明出来 好叫自己得着快乐 好叫自己得着荣耀 每个人都是带着这一件事 去过他的人生的 但是透过这点经文 我们就知道 使徒保罗有另一件事 而且这件事 是与以前极之不同的 现在就是追求认识基督 得着基督 能够在基督里面得荣耀 得喜乐 这个就是他每日生活之中 揭力追求的那一件事 也是他所说的标杆 这个标杆 是不是跟很多 你以前听过的解释很不同呢 没错了 很多人呢 所追求的那个标杆 用就是用圣经的说话 但其实是没有根据圣经上下文的解释 而明白 什么才是这段经文所说的标杆 有多人都用自己的意思 包括基督徒 甚至牧师 都将自己的目标 以为是一个标杆 就透过这支圣经去鼓励自己 在神面前祈祷 谁不知 他要得着的 并不是圣经这里所说的标杆 向着标杆要得着基督 而是借着这句说话 好像拿了一个的保证 在神面前祈祷 其实他的标杆 是要透过耶稣基督 成就他自己心里所期盼的事 通常都是地上的事 通常都是关乎自己的事 通常都是与以前世上的人 没有什么分别 那种最终将来能够成就 为自己肉身上的事 可夸耀可快乐 所以弟兄姊妹们 希望透过这支圣经的分享 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揭力追求的 那是圣经这里所说的标杆 就是要在基督里 认识基督 得着基督 所以保罗话 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忍 即是一个信仰成熟 有真理 而且按真理追求的人 所以他就说 快完全人总要传这样的心 这样的心 就是指上文 揭力的追求 向着这个标杆直跑 这个就是这样的心的意思了 倘若 有人传别样的心 即是当一个骄徒 仍然未完全被这个 这么宝贵的真理所引导 如果有人传了另一个观念 别样的心呢?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如果有人传了另一种心 那神又怎样? 神就一定以此 就是指上文 那个真理的理念 这样的心 去指示我们 免得我们 不用了神的话语 传了别样的心 向神祈祷 求错了东西 也是向神求回 神要我们 在祂 基督耶稣里 得着的东西 所以 有很多骄徒 照着圣经求 都得不着 又得不到 使徒保罗所说 基督女的快乐 因为他们 误用了神的话 理解错了神的话 用神的话 为自己求 自己喜悦的事 所以圣经这里说 我们是用神的话 学习按真理祈求 为自己的生命 祈求 神要我们得着的事 我们所经历的事 都是这样去经过 只不过最终要得着的 不是我们心里面 像世人一样 按肉体最终可以夸耀自己 而是每件事经过了之后 我们都像主耶稣一样 效法祂的死 从死里复活 能够显出 信服神的旨意 而得到的 属灵的荣耀 和喜乐 因为 我们就像主耶稣 信服神的旨意 一种生命 才是真正的荣耀 和喜乐 感谢神 因为凡属主耶 有别人的心 神必以这段经文 原本的心意指示我们每一个 如我们就按着神的指示 去到哪个地步 就走到哪个地步 当我今天 密想完这段经文之后 就有以下的讨稿 天父啊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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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因为你使我明白这属灵的标杆 就是要得着基督 揭力效法祂的死 信服神的旨意 信服神的旨意 而写记 好叫福活的大能 因信服 成全神的旨意 在我身上显明 与我在什么信仰的地步 你都以此真理 和标杆指示我 也指示凡爱慕得着基督 这等赏赐的圣徒 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 今天灵修分享就到这里 愿我们照着圣经原本的意思 明白我们人生 当有一个标杆 揭力的追求 为要得着基督 愿神尚尚 将这个的指示 显明在我们心中 引动我们 再见 明天 祝福更多 明天 珍妮 傍明 明天 我 正 明天 这 不膿